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000一年,全國心心中愛的運動會 四月三十合在高雄高興比武電力 因為兩檔後,也就是日空一順年 是由到台南七來主辦 所以夏日中有專程帶來到高雄參加 兩年之後的下一屆的生氣障礙運動會 是由台南市來接辦 那我們這幾天在各個場合 也看到台南市的同仁 穿梭在各個場館之間在觀摩學習 然後這一次今天的閉幕典禮 賴市長還親自經營會場 我們感受到台南市想要辦好 下一屆生氣障礙運動會的企圖心跟決心 賴市長今天特別在這個閉幕典禮 來接下一屆要主辦的這樣一個重任 那麼他親自到來代表 下一屆一定會辦得比這一屆更好 一屆比一屆更好 因為有整個台南市政府團隊的努力 我相信一年會比一年好 我們有預祝 未來非常能夠成功 那麼各位我們的選手 未來的比賽 過程裡面非常愉快 成績會越來越好 現在的強大會會請將軍隊下屆承辦 一半零三年全國新興障礙 國民運動會的台南市 大新的外市長 我相信在台南市的運動會 運動會進行長大會有更亮面的相信 謝謝 我今天特別來到高雄 接下來兩人後 承辦全國新興障礙運動大會的代表的集數 一來呢 是要感謝體委會 給台南市這樣的榮譽 有機會去服務全國身心障礙的朋友 二來呢 也是要親自代表台南市 187萬的台南市市民 結成歡迎全國身心障礙的運動選手朋友們 在兩年後 一定要到台南來 我們結成歡迎你們 除了用了最大的生意 也有請新興障礙的朋友 在那兩年後來台南參加比賽 來市長也請大家要花出一些時間 好好地參觀一下台南富山 享受台南的高積、風景、少吃 所以兩年後如果要來的話 除了要準備一生的本事參與競賽以外 也請你們一定要空一些時間 多做一些層次的理由 多空一些胃口 吃一下台南道地的美食 我相信的話呢 這樣全國運動會 身心障礙運動會的宗旨 才有辦法全部來達成 這次的運動會 台南市總共的就是174 個獎牌 包括金牌72 個 比武田的最后 台南客送客戶的學生 就依到熱情虎城的啦啦隊表演 和全國的心心中的選手 收入二空一數年台南再上輝 台南市總共的選手 千萬無廟